嗨 大家好 我是周磊 这两天聊啥话题都没劲 就聊黑字话 悟空才殆尽 其实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过我还没有玩 因为就是我家 大家都知道 德国是没有空调的 我现在室温到28 9度 要是再玩 然后显卡那么一撞 估计室温能超过三十几度 直接就热死了 所以我这么打算 就等到后面过两个月 然后天气凉点了 然后这边供暖还没上来 然后我到时候就用显卡去玩 然后用显卡来供暖 OK 那个热风吹出来 我是非常环保的 那就直接就是充分利用了 那么但是就是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招募换了我的显示器 我把我显示器换了一个4K的显示器 那么就是为了昨天 我能够看一下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 比如说很多UP组 我几个UP组跳起来看 但是比如说 我半个小时回来之后 那个人还在那里打老虎 还在那里打大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难度 对我来说也有点太高了 因为我平时玩动作游戏 真的玩的很少 我一般是玩那种讲故事类的 什么巫师3 然后那个什么花眼大标课 这种 所以我想希望呢 就是过几个月 是不是官方能把那个难度给调一调 就是他或者出个可以选的难度 或者呢 就是说是假如手残的话 他能够通过AI 能够把你难度降一点 然后我说实话 对我来说 我特别想去 就是把这故事走一遍 然后里面很多那个风景 对吧 很多是这个实景去 什么测绘的 国内的很多那种什么雷鹰室 对吧 我特别想去那个场景里面 就逛一逛 但是这个打Boss 真的我要打不过血 我真的捉急死了 喉鸿事被断 测款游戏上线之处 海内外争议都非常大 对吧 海外嘛 就是有些游戏评测 他打这个性别评论牌 对吧 打这个觉醒牌来抨击他 说是缺少女性角色 那么国内呢 我觉得我看一下 中国评论区 很多也是 评论也是两极化 当然主流的 当然是捧他 但有些人 他捧他之后 就是容不得别人那种 对他有一点点的那种质疑 或者对不足之处的那种提出来 对不对 就有点 这种犯圈化了 对吧 那么有些人 那么是纯黑 纯黑的话 没有任何理由根据的 就是纯黑 就是因为你把这款游戏 跟某些情绪绑定了之后 就要黑他 这我觉得也是没有道理 所以我想 就单纯呢 如果我们 单纯从游戏品质来看 然后抛开情怀 这些情感的加峰来说 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吧 我从小看那86版 那个西游记长大的 然后包括周星驰 大发西游 我看那个直播里面 最后有一幕 就是那个 孙悟空 他举着这个近乎棒 像那个周星驰大发西游 里面的场景 我真的就是头皮发麻了 那你说让我去评 我肯定也是有 这种情感的加持的 那就忍不住 肯定要给他打高分的 对吧 那所以说 但是我们要客观 评价这个游戏的话 我就想 就不妨去德国区的 这个Steam看 因为德国人 他从小又不看西游记了 对吧 只有那些汉学系 才会看这个东西 所以说 他对这种故事背景 怎么样 也没有这种情怀上的加持 那就是就论事 就看这个游戏的品质 那看看他们能够给到多少分 好 我们打开德区的Steam 他确实把悟空 放到最醒目的地方了 让人就是不得不点 点一下看一下 我们看他这里都是德语介绍 然后最头上 这个是科隆游戏 应该是这两天的开幕的 然后悟空也会去参展的 那么在德国的这个留学生 那不妨去捧个场 我们看一下 这个悟空 他是就是有德语字幕 但是他这个音频 只有这个英语的音频 我们看一下 这下面这个评论 这些都介绍 这个是评论区 我们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 大家看都是这个 举这个大拇指的 都是这个点赞 都是推荐的 对吧 就是我一页刷到底 这个好不容易看到一个 就是不推荐的 我们先大致刷一下 然后我们待会去看一下 他这里边 我挑几个评论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是所有的评论区 然后我把这个语言 我们就只选这个德语 因为我觉得德语的话 就是没什么水君 你加入英语 说不定有些水君这里的 德语小于种 应该就不会被这个水君攻陷 我们来这样子看一下 华夏大致看一下 他这里面这个评论 大家看全部是这个推荐的 对吧 我们看要刷多久 能够刷到那个 不推荐的那种 我反正现在 我刷到现在 估计已经二十几秒了 还没刷到这个 不推荐的 这里还有一个中文 估计是哪个 留学生过来 但是你也翻译成德语吧 你要是深入到他们的内部 也得翻译成德语吧 他就写了个中文说 我不装了 这就是最好玩游戏的 人家德国人看不懂 我们要刷到很下面 才能看到几个不推荐 那么我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来念一念 就是他里面有些内容 就是他推荐 哪些人推荐什么原因 然后不推荐的因为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位是一位47岁的大叔 他说我已经47岁了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想到 能够从然对游戏的激情 那么是悟空重新带给我的激情 那么他把我带到一个世界当中 然后这个世界当中 有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里面的画面 是非常设人心魄的 然后这个故事 也是反正是有根植的 里面有很深厚的故事背景在背后 然后他非常有代入感 他说他想发生那些的 感谢这个游戏的开发公司 因为对他来说他不仅仅是一款游戏 那么还是对他来说是一段经历 是一段旅程 然后他说他心中 就永远会把这款游戏 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 然后他说他为了发掘这黑神话潜力 他把他的电脑搬到了客厅 然后接上了他83岁的大彩电 然后这样子他就可以看得更加细节 然后每场战斗得到他印象深刻 这个也是非常的成好评 并且他是治好了他电子阳尾 治好了这位47岁大叔的电子阳尾 那下一条好评就不是纯好评了 他说首先这款游戏 那确实能带来很多乐趣 并且看起来实在是太棒了 但是对有些像他这样的人来说 就是这款游戏他没法顺利过关 因为没有难度调节的机制 因为我们知道 这款游戏是有点像战神的 但是战神他是有难度调节机制的 那对我这种 对他包括就不怎么玩动作游戏的 就能顺利过关 那他可能就卡关了 他说对他来说就太难了 但他说这一点就不值得 就是他给一个差评 但是他说假如说有这个难度机制调节 就是能够让这款游戏 被更多的这些初级玩家给接受 这样的话就能抵达更多的人 那么他现在玩了2.5个小时 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游戏还是非常棒的 然后就运行也是顺畅的 那么他会推荐给其他玩家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评论 这个玩家他说 他既不是那种讲故事类游戏的粉丝 也不怎么玩这种魂类的游戏 但是对他来说 这款游戏却是一个大势之作 因为每5分钟就会带给他一个惊喜 那他说这款游戏的故事线 然后这种画面 实在都是太牛逼了 然后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这种 反正就是一个顶级的水平 那么他已经期待着续集 就是在悟空23456 那么他也是把这个游戏 推荐给每个玩家 我们再看这个玩家 他玩了5.2小时 应该体验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仍然感到非常兴奋 他说我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类的动作游戏 但是他不喜欢这种魂系游戏 而悟空他就觉得不错 因为悟空他把两者很好的衔接 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带给他很多乐趣 他说他电脑不算是这种顶配 所以他画面只能看到中画质 但是即使这样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已经非常漂亮了 他当然也同时就提出一些 就是批评意见 那么有部分就是因为空气强 他走着走着就会遇到空气强 然后他看到有块石头 比如说想跳上去 然后想超过进路 发现是超不了进路的 然后有时候就给他感觉很出戏 这个就是他觉得不足之处 但是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给个差评 然后他说他也会把这个游戏给推荐给别人 再看看这个 他说这个画面对他来说太炸力了 但是他这个显卡也比较好 它是4080 Super的显卡 他说你会真的相信 你会置身于森林之中 有鸟 有清风 然后一切都是非常的神奇 后来他就说 括号里面写 说他要打开他的香薰机 然后放出云三位这个香薰 然后能够置身其中 我突然就想到 其实游戏科学可以搞到周边 比如说你这个游戏当中 森林当中 遇到哪些树木 怎么累的 你推出相应的那种香薰 那绝对有国外的玩家 绝对会有这个买单 就你在森林当中 然后香薰打开 鸟语花香多爽 这个场景对吧 然后他说 后面更多信息 他以后再更新 他现在正在 不断的跟死亡抗争 应该也是在不断的死 再看这个老哥 这个老哥说 他玩了四个小时 他说这款游戏 假如不拿你这个年度游戏了 他要去健身房了 他跟大家保证 那么他说这款游戏 开了光追之后的设定之后 那这个画面实在太棒了 然后单纯作为 这个动作游戏来说的话 是非常爽的 里面这个boss 都设计得非常好 然后他给这个打分就十分 就十分当中十分 再看下面这两个好评 从不同的角度来讲 是我们中国人的 刺脚是想不到的 他说就是说 这个画面不可思议 然后打游戏很流畅 然后这故事也很棒 但是更棒的是 就是说这款游戏里面 没有任何的正式正确 然后也没有各种要觉醒 那么他说谢谢 多谢这个开发工作室 然后下面他说 终于就是说 No Baby Inc 就是好像是一家游戏公司 它的剧本策划的 一个咨询机构 就是他又给这个西方的 包括玉璧 什么之类的 大型游戏开发公司 要搞什么剧本平衡 要性别角色之类的 一定要达成平衡 他说终于就没有 这家这个Baby公司的参与 然后没有这种觉醒了 然后他说 就是简单的一款有趣的游戏 那么没有任何的 背后的这种 正确的议题在背后 所以说大家看 就是当一款游戏 它抛开这些 什么西方正确的东西之后 反而它也有可能 成为一个卖点 因为大家知道 在德国现在 就左翼保守主义 和右翼保守主义的 右翼保守主义的AFD 左翼保守主义是 瓦根克内西他们 那么他们都是反对 各种各样的觉醒 这个人群的支持者 其实很大 在德国至少有30%的人 是支持这个的 那么在德国 也有这么几千 两三千万的人口 那你这款游戏 只要抛开那些 所谓的那种政治正确之类 其实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他们是绝对要打高分的 这是意想不到的 一块市场了 好 再捏一个好评 他说他原先 没有任何期待的 但这次真的是被惊讶到 变得积极方面的 被惊讶到了 他说这个绝对是 让人上瘾的游戏 然后战斗流程 非常流畅 并且对他来说 不是很难 画面来说 并不是说是开创级别的 但是绝对是一个 看起来非常漂亮的游戏 那么他说 就是你花60欧元 买不了持费 买不了上当 在德国卖60欧元 其实比国内 还是贵出将近80%了吧 对吧 但是他们还觉得 是买得很值的 那么他说 很多负面评价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本身 而是因为这些人 他电脑不邪 确实我看很多的评价 负面评价 就是因为他跑不起来 我看他游玩时间 很多都是不到一个小时了 就是因为 好像是他在崩溃掉了 所以玩这款游戏 好像对显卡的要求 确实很高 如果拼凭不自由的 赞美无意义 我们看了那么多 一美之词 接下来我们再看 几个德国老哥 他给差评 看他给的差评理由 成不成立 有没有道理 那假如说有道理 我们就是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那改了之后 能把这个游戏的完成度 特别至少 像战神这种 他已经是经过几年 这种迭代了 这个是游戏科学 第一次出这种大型游戏 那很多肯定是 有些小小瑕疵 我们看一看能不能 说有没有道理 反正就是说 好我们看这个老哥 他画面非常棒 对他来说 也仅限于此 剩下的游戏体验 带给他来说 没有什么乐趣 非常扁平的 因为他说 很多东西都是 成千上百遍 都已经看过了 包括运动 然后打斗的那种场景 然后他说 里面那些boss 对他来说非常可笑 因为他不会 随着这个玩家的等级变化 进行难度调节 就是会有一些 不同的变化 因为其他火器 像巫师怎么样 他都根据你的 这个玩家等级 然后他boss 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 技能 怎么都会有变化 他说他这完全的是 一成不变的 那么对他来说 就是这可能是 一种偷工减料的 一个生产游戏的 一个方法 就是boss 他的技能都是一成不变 他的难度也都一成不变 再看这个也是玩了 五个小时之后 给出了差评 他画面非常棒 但boss战对他来说 他试了无数次 然后非常的这种绝望 那么大概玩了 五个小时之后 他又没有乐趣 没有动力 再继续往下玩了 那总体来说 对他来说 就前面他的期待非常大 然后前期带给他 乐趣非常大 但到后边 还是很失望的 反正就卡关了 卡关之后 带来这种绝望 所以说 我也怕陷入这种卡关之后绝望 希望到后面 难度确实可以 有个等级调整 会好一点 那下面给出的 不推荐的理由是 没有德语的配音 他说难道这样太贵了吗 就是搞个德语配音 然后他没有配音的话 他对他来说 即使有最好的画面 也带来不来什么东西 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热爱德语 所以说做本地市场 最好以后条件成熟 最好还是推本地的配音 会比较好 然后包括给出差评 也是这个理由 他说对他来说 糟糕有心 因为也没有德语配音 那么没有配音就算了吧 但是他根本看不懂 这个故事线 他看不懂这个故事 可能是因为 我听说 他里面是一幕一幕的吗 那你假如没有接触过的西游记 故事背景的老外 确实就是看懵了 对吧 那么对他来说 就会有这个问题 他看不懂误实 然后对他来说 就总是就跑跑打打 就重复 然后再死 重复这个动作 所以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么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主机 可能是一种歌草类的游戏 还是怎么样 但不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可是去steam的评论 我们先介绍这里 我觉得这是游戏品质 单纯游戏品质来言 就超过了大多数海外游戏玩家 这个预期了吧 大家看这个好评 就是压倒式的好评 那剩下的有一些 只是不足之处的 很大承受商 是因为他们这个显卡都跑不起来 只有也希望后面厂商不断的优化吧 能够让这款游戏 让更多的终端显卡能跑起来 包括我的显卡 也在终端显卡 那希望我今年冬天能够玩上 那还有就是说 有些是说他本地化的问题了 没有当地的语言配音 然后就看故事看不懂 我觉得没有配音这个事情好解决 像波罗云城里 他原先乌兹山应该也是音配的 但他推这个赛博朋克207的时候 就有本地化这个配音都给配好了 包括这种配音都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想悟空随着后面海外市场 比如德国市场 他起来了 然后买的人多了 那他有可能会推这种德语配音 那包括这个后面再出续集的时候 也有可能出种本地化配音 那第二有些老外偷 他看不懂这个游戏剧情 我觉得这反而是好事 那他看不懂 他有可能就查这些历史的背景 那间接的 就是猝死很多人 他会去买这个 西游记的翻译文本来去看了 就像我们玩了这个乌兹山 就会想了解这个猎魔人世界 然后就买这个猎魔人原著小说 那接下来你可能又会 对这个波兰传统一些神话 然后地方的一些什么质怪 就感兴趣了 然后你会了解的越来越多 它就是一个 你了解一个 就是开启更广阔的世界 这个地图的一个小窗口 一个契机 那游戏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再包括这个战神 对吧 它是基于北欧神话 我还是去过北欧 但是就是凭我那点 对北欧神话了解 我玩战神还得要不停的去查资料 那他就是带给这个游戏玩家 一个很好动力 并且游戏是很多青少年玩的 这一点我觉得 就假如说有小小猪 在德国长大的话 那他那同学 假如都玩的悟空 那我觉得以后他就是成班里的 就是给他们讲讲中国文化之类的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大家对他就 respect了 对吧 因为之前就是中国文化说实话 在海外多少是有点是被打压的 像我两个妹妹他在奥地利长大的 那小时候那小孩子不懂事 小时候就欺负他 就说中国人吃狗肉怎么样 就导致他这种文化认同就非常差 就因为他这个中国的这个身份啊 就至少他爸妈是中国 他当然从小在那边找 那是拿当地的国籍了 但是呢就中国的这个身份 带给他是很多这种 比如说是歧视啊羞辱啊 在海外他假如长大的话 但是呢我觉得这款游戏出来之后 会打破这一切东西啊 能够把这国外的小孩 看这个中国这些传统的神怪 把他们直接都看得就是看震惊了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一次反正对 海外的华人来说也是一次文化认同嘛 因为我看不仅是大陆的游戏主播 是两岸三地的游戏主播 甚至东南亚的游戏主播 都在播这个黑神话 那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文化输出这个词吧 因为文化输出第一次听多了 有点PTSD啊 然后呢他也有一点侵略性 你让这个本地人来听的话 让德国人来看 哇你这个文化输出要过来干嘛 是不是要像拼多多 要把这些东西都倾销过来了 对吧 我是想用文化认同的东西啊 这款游戏出来之后 应该有越来越多人 能够认同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吧 好我们就先来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